或情或理或法 不是完全两赖于神明的 佛菩萨对我们的最大的恩惠是教诲 教导我们 比如世间人想求财富 佛教给我们身财之道 也就是说你要得到财富 佛给你讲得到的道理 以及你得不到的道理 都讲给你听 这个理论通达明白了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肯认真努力去学习 去修福 古报就先前了 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你要想丰收 佛教你怎样去种植 你就会有丰收 佛是这样教给我们的 那么一般宗教里面 所说的 完全要靠神的赐 如果他们要错会了神的意思 其实他们神的那个赐 真正的意思 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 就怕错会了意思 因为自己可以不必努力了 完全靠神的赐 一切都凉赖于神 那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靠救济过日子 我们每天生活所需 要靠别人救济 佛教导我们的事 是教我们怎样去生产 古圣先贤 他们的意思不错 就怕我们自己错会意思 我们看许多宗教徒 错会了神的意思 再回头看看自己 佛门里面有很多佛教徒 也错会了佛菩萨的意思 这个原因在哪里 大经大论里面说 佛法无人说 虽知不能解 问题处在没有人教导